恩典365 365天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神的恩典里 我还是要邀请你 不要用听看恩典365 代替你自己每一天的灵修 每一天的读经 真的 当你打开圣经来读圣经的时候 奉主的名祝福你 神自己会透过圣经向你说话 不是透过别人 主自己 圣经是一本活的书 真的 主会透过圣经向你的心说话 好像雅各的经历 过去他也都是听嘛 就是听别人讲 听爷爷讲 听爸爸讲 听妈妈讲 听很多人讲 然后他知道很多有关于圣经的知识 或者是对神的一些认识 他知道这些东西 可是这些不等于他跟神有那个生命的关系 直到在伯特利 他真实地遇见神 奉主的名祝福你 当你打开圣经的时候 也可以真实地遇见神 听见神有话给你 聆听这一位神向你的心说话 他在知道你需要什么 谢谢主 在神的恩典当中 我们可以这样真实地经历神 当他第二天早上清早起来 从那个梦醒过来 他感觉 哇 神真的在这里 然后他做了一件事 他在那个地方 就把他所枕在头底下的那个石头 当作枕头 那个昨天晚上 他可能讨厌死那块石头 因为很硬 让他睡得很不舒服 让他没有办法入眠 但是他发现 哇 这块石头一定要把它留下来 他就把那个石头立起来 做成一个柱子 然后呢 在上面浇上油 这是什么 这是做一个记号 做一个记号 我相信那一天 对雅各来讲 何等重要 那个晚上何等重要 以至于他一定要记得 在那个地方 他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 他立这块石头作为一个记号 你的生命当中 有没有一些恩典的记号 那些恩典的记号 是你在那个经历里面 是那样真实的遇见神 经历神 过去一年多的时间 我生病 癌症 在整个治疗的过程里面 我后来写了一本书 叫做恩典记号 它是一篇一篇的 都是像那段时间的一些杂记 像一个日记 我把在那个过程当中 神很多的恩典 把它记录下来 一篇一篇记录下来 我自己都喜欢去 重新去读它 因为每一次读 好像都被重新提醒 神是这样恩待我的 神是这样带我走过 死因的幽谷的 那是一个恩典的记号 那是我生命当中的历史危机 我好喜欢有一首诗歌叫做 属主恩典 他说有的时候你会遇见 苦难如同大波浪 有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些难处 你好像担当不了 你快要被压垮了 这个时候怎么办呢 数算主的恩典 如果你把主的恩典 从头数一数 你就会发现 哇 那边有一块石头 立实为止 那个是一个恩典的记号 那是一个恩典的 那是一个恩典的记号 在你的生命当中 充满了神恩典的记号 当你去数算这些恩典的时候 会叫你惊讶 立实 乐欢呼 你就从忧愁里面走出来了 你也正在一个属灵的低潮里面 很深的挫折当中 花一点时间安静下来 数算过去有多少恩典 神是怎么带你走过来的 奉主的名祝福你 你会走出现在的黑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